其实我相信 今天一定很多政论节目 来讨论BNT这一题 我相信90%以上的 政论节目讨论的方式 都是来丢出很多细节 当时的信件 当时签约 几月几号干嘛干嘛 那都进入到细节讨论 可是本节目 有优秀的来宾 点出了关键的事实 你根本不需要 进入细节讨论 所有政治人物 做了所有事情 都是动机论 你要看他为什么 做这件事 那做的这件事是 剑指谁 谁受到伤 那钟晋大哥你怎么看呢 因为刚刚所有讨论 几乎很清楚嘛 这就是剑指侯友宜嘛 剑指朱立伦嘛 那钟晋大哥怎么看 国民党这样初选 以及民进党未来 要怎么应对 一位美国的工人 哲学家叫做 Eric Hofer 是 他说 仇恨使人产生血缘感 我鼓动大家 同时仇恨一件事 我们变表亲 仇恨使人产生血缘感 这两个 这个注解好好 两个就是啊 坦白讲 我是蛮痛心的 对 因为我现在时日还没改过来 我刚从美国回来 待一个月 但我在美国一个月 花最多时间就看 美国差不多有两千个电视台 是 几乎所有的国际评论节目 都在谈台海问题 对 几乎啊 对 美国争论节目 现在最爱讨论 然后呢 我最痛心的就是两点 我们有某些政治人物是不断的鼓动仇恨值产生血缘感 第二 制造战争边缘论 就要战争了 小孩子要上战场了 是 一定是这样子吗 你看最近 美国跟这些周边国家 印太的国家的 不管南韩 菲律宾 日本 包括印度 澳洲 事实上也在帮助台湾 要这样看 所以我们从不同国来看 其实 这位企业家就是带风向 对 起价起当了 我觉得他刚开始 没想到气势那么好 哎呦 可怕没想到那么好 他也怕不知道高雄能动多少人 结果 弄贾成真 对 贾细真做 哇 起伤了 所以就继续玩下去了 是 而且 他的对手是谁 好好做事情 肉侠 所以 BNT就是最好的 血滴子丢出来 看你怎么回答 对 这太明显 就是党内斗争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这样想 虽然我不是国民党员 你们这个议题 到此为止 哦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 我这样很高颖讲 台湾在COVID-19的 在整个维吾上 在全世界排名 绝对前十名的 对啦 不要自我贬损 不要把自己都贬损 没有那么严重 对 美国是死一百多万人 对 好这都解释 不要把过去的事 冷犯热丑 这没有意义啦 对 好 我现在谈了 我稍微谈一下三个人就好了 好 赖清德主席在转型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的11月26日 民进党 有三百万票没有来投票 没错 我用一个名字叫沉默的海啸 对 你怎么让这三百万沉默海啸回来 不只是造型啦 不只是找恶魔到总统府啦 或讲英语 你要提出具体的政策 这年轻人 四十岁以下年轻人 他们的相对剥夺管 他们为了是什么 这样赖清德才会胜出啦 没错 那我当然不知道 郭台铭先生到底 你选你是 假气真做 是希望做筹码 把在中国的产业能够外移呢 这是我假设而已 假设 还是真的要选 选下去的 对 而且现在 现在 哇 起码了 不能退卡 他还不能退卡 不能 现在 我没退 请神容易送神 他就没退卡 所以我不知道 他是选真来选假的 但是 最大的难题就是朱立伦 朱立伦主席 当初是要用 郭台铭签字侯友宜嘛 对 结果 弄假成真假戏真做 所以你侯友宜也紧张啊 所以赶快说5月17号 有最大型的 88座 还有黄建廷秘书长说 5月17号可能会决定征召人选 对 那怎么那么巧合呢 当然我不知道国民党最会征召谁 但是我要请教好好做事情 你也未免太投机了 我看他这两三天在 在他们的议会咨询 对 你说你是 国民叫中华民国 台湾是我的储 这什么意思啊 国民中华民国 台湾是我的储 我跟你讲 刑警出身的 讲话都问案 或讲话都模拟两可 对 这在讨好中间选民 对 反台独 讨好深蓝嘛 反一国两制 讨好中间选民跟浅绿的嘛 对 他每句话都有他的点哦 问题是 你反一国两制 你得罪中共啊 那你反台独是讨好中共啊 对 所以我不是说 你会 我最害怕的是 你会变成台湾的李家超啊 李家超也是 香港的警察出身特首 对啊 我是最担心说 小心啊 不要变成李家超2.0版啊 是 好 重点来讲 我们还 我们没办法判断谁赢谁输啦 冲上去冲上去 但是按照目前的状况来看 真的哦 赖清德 郭台铭跟侯尔宜 所谓当的总统 我不能断定 但是我希望大家用智慧来判断 谁提出具体的执政目标 怎么具体落实 用政策来考验他 没错 而不要被他带风向 欧龙世都在他世来世去 我跟你说 不要受影响 台湾的印太策略 台湾的民主价值 台湾的半导地产业链 是绝对有信心的 所以能把这个信心鼓鼓起来 我们就支持那个总统候选人 是我觉得总统大哥讲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点 就是说台湾现在有现在要面临的问题 每一个国家每一年 甚至乃至于每一个月 都有当前最重要的议题 疫情坦白讲已经翻页了 疫苗的购买是两年前台湾社会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民进党在买疫苗过程中的责难 在去年的选举也受到一定程度的伤 可是总统大哥刚刚讲 此时此刻台湾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2025年老共有个人打台湾 2027年最迟索尔平老共会打台湾 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是 我们的军事到底有赶上现代化了吗 我们的盟友够多吗 我们对于国际 对于台湾的认识以及台湾能走出去吗 我们还要面临我们自己 国内有没有其他的反共的人 或者是亲共的同路人 到底比例是什么 所以这台是台湾当前 2024年这场选举最重要的议题 所以我觉得中信大哥提醒大家很多事情 过去的事情你可以当八卦来看 可是过去的八卦 并没办法解决现代的问题 照理来说应该要翻页 因为不要讲三个企业家政府 去合作买一个当时世界非常抢手的疫苗 这么复杂的事 我讲去南京的 连我们来宾之间常常互动都会有摩擦 可是最后这个事情办成了 大家过去的结果 结论就是我们一起感谢 政府感谢郭台铭 郭台铭感谢政府 这件事情原本也该翻页 可是你说为什么 郭台铭要推翻过去的定调 他定调就是感谢政府等等的 你说关键根本不是要去炒疫苗了 这也不是重点了 因为你就要在炒 BNT也不会过来了 因为大家事情一起也过了 大家也不会去教训蔡英伟 因为蔡英伟没有要选举了 可是你说关键是这两咖 侯友宜跟柯文哲 竟然被边缘化了 其实这件事情过去是怎么样 其实大家讨论很多 然后现在郭台铭 为什么要突然打出来 你也不知道他真正想法 但是效果上 刚刚褚英把过去的来龙气外 讲了很多 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 未来的可能发展 而这可能发展是什么 5月17号反正KK集团 对不对 吃了衬头铁的心 就是要那个千寿宴的 对不对 然后侯友宜 那怎么办 他后面呢 你看他前两天才跟高宏安见面 想到了一件事情 国民党提名林庚人 但是反律教主是高宏安 所以呢 他其实这个效果上 林庚人就会 你说侯友宜 林庚人过来了 就变0跟2.0嘛 有点像 有的时候 因为BNT这件事情 在台湾的反律的阵营里面 是一种信仰 对 信仰这件事情 其实对绿的也是一种信仰 对 绿的信仰是高端 高端对 那我坦白讲 BNT是对于反律的 是一种信仰 那现在有人把他们的信仰 讲出来吗 所以你回到 就是李大为的那一篇 我那天特别看 多有趣 你知不知道 郭台铭好久一段时间了 他还是很勤的发展书吧 1.2万 1.3万 他这篇出来之后 三个小时之内3万了 已经是过去的三倍 四倍的流量 今天已经4万多 快5万了 3个小时破3万 破3万里面 你们按赞的人 我一看跳到最高的 叫做徐晓鑫 马上上去按赞 然后还有张诗刚 还有钟佩军 还有李明璇 然后 所有要选立委都集结在这边 国民党这边的 都集结过去 因为这是他们的信仰嘛 对 然后还有陈志涵 那代表谁 所以当天晚上 你会看到一个人 就马上跳出来了 柯文哲 柯文哲就马上跳出来了 开始加入这个战场 对 因为这个信仰 这些信徒 他们都要靠过去 然后 侯友宜呢 也不再讲空话了 马上直接出来 也要跳进去 然后甚至于 郑立文 还要去按铃空 告猜英文 你看这些形式造成什么 反律的集结嘛 所以郭台铭现在就做到了 他就是反律大教主 是 那反律大教主 现在就剩下这种状况 就来看了嘛 如果今天他就是反律的 他敢讲 这些人集结 这些人没有人在骂他了 连忘忠都是在 站在他这边 对不对 他第一次 他发言忘忠是 这么支持他 这么讲他 他达到了这个效果 而达到这个效果之后 所以后面 那反律都在这边了 然后所以我跟你讲 台中这一场 人一定不会少 台北这一场 人更不会少 因为他们不是去支持郭台铭 是去他们心中的信仰 有个朝拜的地方 有个摩拜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5月17号 所以你会看到怎么办 开始炒了 5月17号可能会拖延 弄到昨天传说可能变5月24 然后那个黄建廷想说 最多可能是 还是可能5月17号 原因是什么 威力展示嘛 那威力展示之后 现在这个结果 你搞成今天这个局面了 对不对 就好像是最后 他最后就是反律教主 那为什么柯文哲 要赶快跳进来 不然他更被边缘化 那边缘化 可是他现在伸出友谊的手 伸出友谊的手 对不对 你说这有两招 一招是蹭声量 两个效果 一个效果是蹭声量 另一个效果是 伸援郭台铭 伸出友谊的小手 伸出友谊的手 然后那个KK集团 不争招你对不对 民众党还是保留空间 对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我昨天一看到 陈志涵你跳下去了 国民党这些人都跳下去了 那后面呢 就是零跟人2.0 会不会上演 那当然你现在不知道 郭台铭的想法是什么 没错 可是呢 有很多时候你把这些轿子 那么多抬轿的人 你都把他招呼起来了 你知道音乐选过曲吗 当抬轿的人都被招呼起来之后 你想下轿下不了 哎呦 是不是这样子 对 所以郭台铭现在下轿可能下不了 那剩下了 其实现在最头痛的人 我相信一定是朱立伦 朱立伦本来呢 扮猪吃老虎 诈骗一下 没想到现在起虎难下 哦 朱立伦真的可能起虎难下 因为郭台铭打出BNT这招 国民党再不开心也得跟牌